女人的三种暗示提醒你该进宫了 你懂吗 第一种 女人对你的态度 女人对你的态度发生了360度的转变 在刚和你认识的时候 她对你态度非常冷淡 是爱搭不理的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女生对你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对你从冷淡到主动联系你 主动给你打招呼 主动给你打电话 主动给你发消息 其实在这个时候 女生的心中已经接受你了 不讨厌你了 你在这个时候就可以进宫了 第二种 无意间的触碰和暗示 无意间的触碰暗示 指的是友善的触碰 不小心触碰 对方不是很理解你的意思 有下面这几种情况 一 会在一些不经意的情况下 和对方发生友善的触碰 比如说在人潮拥挤的时候 触碰了对方的身体 二 在玩游戏互动的过程中 在他表现好的时候 拍拍他的头或者肩膀 对他说你真棒 在玩的进行的时候 说给他看看首相 和他玩大拇指大战的游戏等 三 在过马路的时候 主动对他进行维护他的身体 在人潮拥挤的地方 为他带路 给他开路 形成一个保护圈 第三种 单独和你在一起会很矜持 对于女人来说 他都希望能够在自己喜欢的男孩面前 展示出自己最完美的一面 女汉子也是女人 女汉子在喜欢的男孩面前 也会有温柔贤淑的一面 这是母须质疑的 如果说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女孩子很矜持 很温柔 很淑女 女孩有这些举动 其实就是想要你多多关注她 为了能够让你认识自己 其实这也是取悦的一种方式吧 当然了 这也是向你在发出求爱的信号 遇到这种女孩不要错过哦 Terima kasih 好